我们来看 导师一开始在序里面就说 这个杂阿罕是每一位 修学佛法者 所应该 阅读跟探究的圣点 所以 不管你是在家出家 如果你真的要学习佛法 你绝对不能漏过杂阿罕经 当然其他的中阿罕 长阿罕 真阿罕也要 不过杂阿罕真算是 比较核心的部分 好 所以 一辈子 假设能够读过一次 那么至少 你理解 至少你知道佛有这样说过 如果你能够在 医其他的 这个核心里面 你知道怎么修学 那你其实 对你的帮助 对你修行的帮助 会很大 尤其如果你一经一经读 一经一经读 读完了之后 每读一次经 无我的观念 就有其一样 刷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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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熟了之后你坐下来你就会这样想 你就是这样想 那么这个是一个叫做浅移默化 他像我这样讲这样讲 讲杂阿罕经以来 以前比较 以前闲的时候就想到念阿弥陀佛 现在不是 现在闲着的时候 佛都说讲无印无我 色无我 想无我 就把那个经典拿来想 就比较容易这样想 那就他自然而然 他会发生一种效用 就是你开始会认真去看待自己的身心 然后认真去研究 佛说的无我 然后 你开始慢慢觉得解脱是有希望的 真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在往底下看 他说现存 汉意的杂阿罕 杂阿罕基本上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南传的 同牒部的 他 他叫做相应部 不过 内容也有一点点差 就是 他们编排的方式不一样 每个部派部派一样 那我们这个 杂阿罕是 求纳巴托罗翻的 那 他说 缺了两卷 那以前的人 因为他翻了之后 可能 散掉 以前他是一卷一卷 一张纸 一张纸 然后写完了就是一卷 那一卷一卷收起来 那可能后来 弄的时候弄乱掉了 所以就缺了两卷 缺了两卷 补了阿欲往辟欲 那这个其实 不是阿罕经里面的 那以前的人也不知道 我以前在写一篇论文 就是 以 以杂阿罕经 以阿罕经为主的 那么讲末法的 到底阿罕经都是怎么来看待末法的 是不是 跟我们现在讲的末法的观念不一样 那么 那么我们找的资料都是以阿罕经 四阿罕为主 那以前我也不知道 阿欲往辟欲里面 把他引进去 那后来那个郭忠生老师 然后 他就说 这个 阿欲往辟欲 因为以前我还没有读这个 阿欲往辟欲不是杂阿罕的 那么就知道 那导师在这里有写 但以前我们没有这样读这部经 所以也不知道 那这两卷是补进去的 所以它不是属于 这个 杂阿罕经里面的 那赤地也大有捣乱 所以 全经的组织部类 无法明了 如果我们看 大阵仗里面的杂阿罕 确实是有一点乱 杂乱无章 那我们会误会 因为这样 所谓叫杂阿罕 不是 杂阿罕的杂是有赤地的意思 不是杂乱的意思 等一下我们就 后面就会讲 杂阿罕的杂 跟 我们字面上的杂不一样 它反而是有赤地的意思 好 他说 杂阿罕的一个新观念 从谁开始有 从旅程开始有 他说旅程发表了 杂阿罕经 勘定记 依 一切施地论的色 是 分 就是在解释 杂阿罕的 这个发现很重要 以前都没有人知道 那中国 因为 中国佛教自从 传到 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以来 大概只要是小圣 都没有人研究 那么把阿罕经判为小圣 所以没有人去研究 那 所以 这一部分也没有人知道 当然 也不是都没有人研究 但很少 没有形成风气 那么研究也不知道 那么最早 看出来的 是旅程 那说到这个旅程 我们就稍微知道一下 中国佛教近代的历史 那么 起源是 杨仁山 杨仁山又叫做杨文慧 他可以说清朝 清末明初 他还没到民国 他死的那一年 他死的那一天 过几天之后 刚好就武昌起义 1911年 中华民国成立 所以 他是在1911年 武昌起义的前几天 往生的 所以他没有跨过民国 但是将近 杨仁山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 明朝 明朝有276年 清朝有267年 总共加起来500几年 只有明末有四大师 明朝末年 明末清初有四大师 清末明初有四大师 明末清初就是 偶一大师 廉耻大师 憨山大师 子伯尊者 清末明初 印光大师 弘一大师 虚云老和尚 太虚大师 就这四个 其实 那么多年里面 那么基本上他是佛教处于一个 颓势的时候 杨仁山 这个是近代佛教算是他 复兴佛教非常有力量 就是他对整个佛教的复兴算是 很有力量 那主要 杨仁山 杨仁山在南京办了一个精灵科精处 精灵科精处里面 付了一个奇眼金色 那又办一个佛学院 这个佛学院里面 现在民国很多比较主要的佛教人物 都是在那边读过书的 那他有一个就是 他代表光绪皇帝 初始这个欧洲 那么在伦敦结识了这个南条文雄 那么 他学习佛法是从大圣启示论 他看到大圣启示论开始学习佛法 然后对佛法很有兴趣 然后初始欧洲的时候 就是伦敦的时候 结识了这个佛教徒南条文雄 那南条文雄了解掉 中国因为战乱很多佛书佛典都不见了 他又拜托这个从南条文雄 日本又把很多佛书翻译过来 这个中国 所以才成立一个精灵科兴处 提倡这个佛学 所以他在 他在这个精灵科兴处办了一个佛教研究会 研究学会类似像这样 他们研究佛教的 那么很多名人文人 都来研究 包括我们佛法里面常看到的没关系啦 这些很多 很多主要的这些人 就是近代主要的人都在那边学习过 最主要的有两个人 最主要有两个人 这个对我们现在的佛教有一点点影响 一个 一个 就是泰虚大师 尤其是像台湾的佛教 近代的佛教受这两个影响很大 一个就是欧阳进 他又叫做欧阳进 如果研究维世的 与且施地论的 那么基本上都会知道 又叫做欧阳进 那太虚大师底下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叫做运顺导师 他办了很多佛学院 泰虚大师办了很多佛学院 汉藏教育学院 那么这个 重庆的 重庆 这个汉藏教育学院在 四川的样子 他们办了三四个佛学院 那厦门 南普陀 这是跟泰虚大师有关的 至少有四到五个佛学院 那么泰虚大师底下出了一个运顺导师 泰虚大师其实是 八中共同的 那运顺导师是以中论为主 就中观为主的 那泰虚大师比较广 但是他的核心就是人间佛教 人参佛教 那泰虚大师 殷顺导师以中论 中观为主 大自主论为主 他继承泰虚大师的人参佛教 讲人间佛教 那欧阳靖武这一边 出了一个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佛教史 范文 这个维斯多很厉害的 欧阳靖武是以为师为主的 泰虚大师其实是八中共同的 他没有特别以什么 那他 基本上还是 比较是 真常为心派 如果以泰虚大师来说 那但是他的核心是人参佛教 那运顺导师是 大概是比较以中观为主的 他也讲人间佛教 欧阳靖武是 法相中的 以于且师弟论为主的 为师 所以为师学大概在欧阳靖武之后 开始弘扬起来 于且 于且师弟论 他办了一个支那佛学院 然后 支那内学院 那泰虚大师就办很多了 很多建佛学院 那甚至有汉藏教理学院 那 那个 南普陀 厦门南普陀的 南普陀佛学院 还有 还有其他的 四川 重庆 另外 欧阳靖武的底下 出了一个旅程 就我们现在讲这个旅程 旅程是蛮厉害的一个人 你看他看于且师弟论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 于且师弟论 其实是以杂阿喊 于且师弟论的色识分 就是在解释杂阿喊的 这个厉害 日本人 中国佛教 在这之前 日本人研究那么多 日本的学者那么多 没有一个人看出来 算是厉害 所以 欧阳靖武底下 欧阳靖底下出了一个旅程 出了一个旅程 旅程的梵文也很厉害 他佛教史也厉害 那 所以你会看运春导师的书里面 常常提到旅程 旅程 但是 旅程也有一些错误 所以他会提出 第一个就是 旅程发现了 发现了这个 于且师弟论的色识分 就是在解释 杂阿喊 所以他在根据这个 大家 这个日本人甚至要到几十年后才发现 旅程 旅程也是厉害 所以 近代的中国佛教 这个是 后来这个都是研究维世的 那岛师这一边 那岛师这一边 太区大师 岛师这一边基本上 也不是说很多人特别研究中观 但是就是以人间佛教为主 但是 也因为这样 中观又开始被重视 因为应顺岛师的关系 第一个 中观开始被重视 以前没有 中观在 就是 中观在中国佛教一直没有 那么比较相近的是三论 三论中也不是中观 三论中也不是 那 就是 比较纯正的中观 大概从运顺岛师开始 那三论中是结合 维谋结经 结合很多经典的 他不是那么纯正的中观思想 那么还有 阿含经 阿含经以前是没有人重视的 从运顺岛师 开始 很多人开始重视阿含经 所以现在讲阿含经也蛮多的 那我们刚才讲过 运顺岛师的名言 就是 立足于根本佛教的淳朴 根本佛教就是阿含经 根本佛教中的根本就是杂阿含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他是平实的 中正的 切药的 纯朴 立足 一定要以这个为主 那么你这样往画面看 你都会看到 这些大圣经典的来源 不离开阿含经 真的 你仔细看你就会慢慢就知道 那这个 旅程这一边 其实旅程对佛教的贡献也大 佛教使 那么他的佛教使 中国佛教使 印度佛教使 都厉害 那对佛法也厉害 但是他们是以为师为主的 欧阳建武这一系 那么现在香港有一系专门研究为师的 还是从 这边下来的 那这边都是以居士为主 香港有一派专门研究法相的 也是支那类学院 类像这样 这样一直下来 也蛮厉害的 这很多为师的书 那这个 这个 郁顺导师这边 从戴希大师以下 都是深重的 比丘的 一深的 深人为主的 那不太一样 好 那都有办佛学院 好 那现在看到旅程 那我们来看 就是我们就顺带讲到 他说旅程 那这个旅程是 就是佛教界里面算是也是重要的 那么他知道 诗阿罕是以诈阿罕为根本 那么余且论的 就是余且师弟论 摄是分 他有什么分什么分 就是哪一张哪一张 抉择弃经的摩丹尼迦 本母 这个摩丹尼迦 叫做本母 好 那这个 他说是依杂阿罕的 赐地 而成 就是以他为主 然后解释 那我们 讲到这个摩丹尼迦 我们就顺带说一下 因为他名词后来 内涵会有些改变 内涵会有些改变 那我们讲到经律论 佛法最初就是经跟律 那么解释经跟律的 他基本上 就有三个 那但是律主要 比如说阿比达姆 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 就好像写论文有几种格式这样啊 论文就是在探讨问题的嘛 那一个是摩丹尼迦 那你会看维士基本上都讲讲摩丹尼迦 尤其是这些论也是啊 论不用阿比达姆讲 叫摩丹尼迦 就摩丹尼迦 摩丹尼迦 信常说是论 他就是解释 这个叫做论 或是论意 一个就是昆乐 那这三个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昆乐 阿比达姆是比较繁系 重分析 详细 这是阿比达姆 阿比达姆分别所写嘛 详细的分别 就是他会跟你讲 讲得很清楚 一条一条讲得很清楚 摩丹尼迦不是 摩丹尼迦是种大纲 中药 这个是种分析 详细的分析 繁细的繁密的分析 这个是种大中纲药 应该是大纲中药 应该是大纲中药 大纲中药 应该我们要这样写 比较容易明白 写横的 佛灭后 结集金跟绿 这是佛 佛灭后结集金跟绿 那 一般来讲 金跟绿都有阿比达姆 一般来说 但是 金跟绿都有 阿比达姆 但是摩丹尼迦跟坤勒主要是金对金 阿比达姆 摩丹尼迦 所以你看那个佛灭世纪论 他都讲摩丹尼迦 他不讲 但是 维世的 维世的摩丹尼迦 其实有阿比达姆的影子 他也是这样分析的 讲是讲摩丹尼迦 但其实 用阿比达姆的方式 很多 摩丹尼迦 一个是坤勒 这个这样写比较坤勒 这个是重 繁密分析 这个是重 大纲重要 这个是重 贯通 贯通经义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 一般来讲 论其实有这三种 就是你偏重的不太一样 那么 就是重一条一条分析的 比如讲 讲四善根 软顶忍四季 或讲四念处 讲四念处 举个例 法治论第一个好像是在 开始 法治论第一个分析 好像是分析四善根的样子 软顶忍四季 也有讲四念处 我们讲举个例来讲 讲四念处 以阿比达姆的分法 就可以讲 第一个什么是四念处 关身 关受 关心 关法 那为什么是这四念处 为什么不是三念处 为什么不是五念处 那四念处 为什么第一个是关身 那四念处跟其他的念处有什么关系 那那四念处在什么时候关 有什么作用 是属于定还是属于会 非常多问题 一个一个 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 一条一条分析 我当然举个例子 人为什么有两个眼睛 为什么不是三个 讲两个鼻孔好了 你为什么是两个鼻孔 为什么不是三个 鼻孔为什么刚好伸在嘴巴跟 眼睛的中间 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有这样 那左边的鼻孔跟右边的鼻孔 各发挥什么作用 是不是同时有呼吸 呼吸的量有没有一样 反正就有类似像 他讲的非常 繁密的分析 那这个是阿比达姆的重点 那后来我们 几乎就以阿比达姆代表论 其实论不只是这样 那还有所谓的摩丹里加 他是种大纲重要的 他不是那么繁密分析 不过后来我们看到 维世的摩丹里加 基本上像于且世纪论 虽然讲是摩丹里加 其实是以阿比达姆 偏重 他还是种繁密分析 名相特多 因为你要分析就要很多名相 那么 昆乐 贯通经理 这个是种贯通的 就是你要了解 了解这部经的思想 这部经的宗旨 他为什么这样说 说了你有什么作用 这个其实比较重要 那其实三个都重要 三个配合起来 因为你没有那么 你不会不清不楚 那你清楚了你不会 只了解之末而失去根本 不会 那你 你 贯通经理你才知道 你不会读了这部经不知道那部经 读了这一个不知道那一个 你不会 你能够贯通佛法 能够法跟法通 能够法跟心通 又能够心跟心通 反正这个就是贯通嘛 贯通主要不在 不外乎是这个嘛 那 那如果你这个法读了这个法不通 就是你会拿 阿弥陀经来打金刚经 又拿金刚经 来打 来打法华经 这为事跟天台会冲突 禅宗跟 净土会冲突 那么 也是因为法跟法不同 没有贯通 那么 这个阿弥陀摩 摩丹尼迦跟坤勒 那 如果依于解释地论 他都是 他没有在讲阿弥陀摩的 他都是讲摩丹尼迦 但是其实摩丹尼迦原来是一种 解释经典的一种方法 重点 这个都叫做论 这个都叫做论 其实就是论的三种形式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 佛解释这个身心 重心里的叫五蕴 重生里的 叫六处 重物里的叫六戒 就像这样 主要是经 那律也有阿弥陀摩 但是律不知道 律也有摩丹尼迦 昆勒就比较少 那昆勒后来就慢慢失传 那这一部分比较多是大圣 他发挥他的精意 那像诚实论 诚实论 与导师讲就是昆勒论 那多数 多数都是阿比达姆 多数 现在的论 为什么 因为受一切有不 是主导 受一切有不就是主张这样的 所以因为他们比较 人才多 那么比较有影响力 所以留下来都是他们的著作 尤其玄奘 玄壮去 印度 主要就是 跟戒险 学 与且施地论 他在长安的时候 听到 从印度来的人讲 纳烂陀 那多好多好 那里面有一套 与且施地论 多好多好 玄奘才发现要去的 法险是为了戒律去的 诸世行是为了波勒军去的 那玄奘是为了与且施地论去的 那戒险在纳烂陀那个时代 戒险是依 依护法的 护法是依侍清的 侍清是依无佐的 无佐就是依与且施地论的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 玄奘去了之后 把当时 这一套包括一生六族论 一生是发自论 六族论是戒身族 这些都是阿比达摩系统的 全部是阿比达摩系统的 全部翻过来 特别是于且斯蒂论 这是他这一次去印度取经 最主要的重心所在 那这个都是 那是于且斯蒂论 虽然他常常讲 摩丹尼加摩丹尼加 但事实上他主要还是阿比达摩式的 主要还是阿比达摩式的 所以为事其实也有受到有不的影响 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到 摩丹尼加这一块就顺便说 所以他说抉择弃经 抉择弃经就在讲 讲这个经里面的道理 是什么什么道理 那后面因为他导师是汇编 汇编就是把于且斯蒂论 解释阿含经的这个道理 编在后面 几个例来讲我们随便翻了 随便翻翻到有一切斯蒂论的 好我们来看小字的就是 好我们看随便翻一百一十二页 那一百一十二页下面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小字的胜利 复制有解脱心有禁制建筑阿罗汉 那么这个就是在解释里面那些名项 那或是解释这一段这一部经在讲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解释前面这三经 为什么因为你看前面 前面从中间这个 温德兰 温德兰就是总颂 那么他说 因胜利二字 于夫分为五 二种见差别 于师圣教等 所以他就在解释 那个胜利是什么 那么他又会解释这整部经的 那里面看后面就写很多 那总说又有三分 以撒迦也见 看一百一三页 当之建立撒迦也见 以为根本 一戒见去 然后就开始讲 我现在就是讲这些 那么就讲的很多 有时候论比经还多 你看论都没有那么多 经就非常的多 论才一点点 那经讲的很多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就简单讲一下 可是一般来讲 你看这个 这个前面就是几部经而已 两部经而已 你看这个 两部经就是 这个五十六经 然后还有这个五十七经 两部经而已 那底下就那么多论 那写那么多 所以你看翻到 一百一十五页来 翻到一百一十五页来 那五十八经 一部经而已 底下就解释 二字 什么是二字 然后开始解释里面的内容 然后他会讲 有时候会讲这些经的宗者是什么 在讲些什么道理 他再说这个 好 好 我们翻回来 所以这些都叫做摩丹里加 就是论了 在论意 然后再说明这些的道理 所以这个虽然是摩丹里加 但实际上 比较偏重阿比达姆的方式 但是他还是摩丹里加 没错 但是比较偏重阿比达姆的方式 好 所以他说是依阿含经的赤地而照 这个是旅程发现的 了不起 其实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看书 有时候 看了看了也不知道 是这样的 不知道 很多不知道 原来他在讲这些的 但是你如果慢慢了解了 你看阿含经 然后你再稍微想一下 如理思维 你会发现到 很多大圣经典 其实都是阿含经的 某一经的一个宗旨 然后他在讲 那么导师说 我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有了进一步的研究 那当然这个是编在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之后 那么导师有一段 期间导师的著作大概是分作三大部分 一部分就是他早期在辉瑞讲堂 福岩或其他地方讲经人家记录的 那么这一部分主要是庙云集 庙云集 还有一部分就是他的 所谓我们叫做黑皮书 专书 禅宗 研究禅宗的 研究这个原始佛教的 说一切有部论书之论书以之研究 出其大圣之起源以开展 那像这个讲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这一部分我们叫做黑皮书 另外一部分就是有关于他在杂志发表的 或是他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那么这个可能基本上就是以像华语集这样的为主 那还有他的自传 大概就这三类 那黑皮书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像初级大圣起源里开展 云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一类 那么他基本上是在前人的研究下 在往上一步 尤其他对日本当时日本佛教的 日本对这种佛教的研究是很很广的很深的 那远村导师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往上 所以也看到了前面的人看不到的没有看到的地方 那像他也就是看了很多旅程所看所说的 那旅程我们说旅程在当时对佛教史跟佛教的一些 他范围蛮通的 那所以对这一部分他是算是比较深入 那他说到他里面又进步去研究 就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主要是论定 一余前论设四分 分全经为能说所说所为说这三类 就是经典里面 一般我们就是所谓叫做三藏十二部 那最初其实只有三分教 那后来到部派的时候 界定成为九分教 其实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那么三分教就是 能说所说所为说 其实就是修多罗企业跟祭说 那么能说当然是佛籍弟子 那么所说所说的法 为谁说所为说 那他说这个刚好就是修多罗企业跟祭说 近代学者研究 或说依九分教而集成四部阿罕 或说依四阿罕而列别为九分教 他的意思是说先有四阿罕再有九分教 或是先有九分教再有四阿罕 其实变成是这样 就是四阿罕是依各个不同分类 那才有的 九分教中 那么这一类放在十阿罕 这一类放在中阿罕 类似像这样的 所以就是依九分教而集成四阿罕 或说依四阿罕而列别为九分教 意思就是先有四阿罕 在四阿罕里面看到 其实阿罕经有这样说有这样说有这样说 后来才成立所谓的九分教 那这个是两个是不一样 好 那其实 他说也不是先有四阿罕 也不是先有九分教 是先有杂阿罕 那么以前我们也不 以前我们没有读这个说 我们会以为是 大家是结己是阿罕 不是 大家是没有结己是阿罕 那南传的甚至讲到 结己的经历论 论都是佛时代有的 其实不是 那么 原来最初的结己 并没有四阿罕 只有杂阿罕 好 所以也不是先有四阿罕 后有九分教 也不是先有九分教 后有四阿罕 就是原来四阿罕是从杂阿罕出来的 所以这个问题 只有先有九分教 还是有杂阿罕 还是先有杂阿罕 后有九分教 但是杂阿罕里面没有讲到九分教 顶多一般是讲到三分教 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 在归纳为就是 先有杂阿罕 还是有三分教 或是先有三分教 而后有杂阿罕 就变成是这样 那九分教 所以他说 其实四部是先有杂阿罕 九分教是先有修多罗企业记说 所以就是 我们这样看就是 前面的问题不成立 现在的问题转到 是先有杂阿罕 还是先有三分教 先有三分教 后才有杂阿罕 还是先有杂阿罕 后有三分教 从杂阿罕里面看出三分教 还是把三分教 结集成杂阿罕 只有这个问题 所以前面那个是 学者认为 是四阿罕跟九分教的问题 现在不是 现在是杂阿罕跟三分教的问题 好 他说 而且这三分教也是先后即出 两者互相关联 同时发展而次第成立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先有杂阿罕还是先有三分教 没有 没有先后的问题 都是什么 互相关联 同时发展 次第成立 这个就是答案 好 那 中阿罕 大空经 说到 正经歌有 记说 那么他说 中部 就是南传同学部的 讲的 这个中部 里面的空大经 那其实 讲什么经 什么经 这个都是部派里面加进去的 多数 多数 都是部派给他一个名字的 我们举个例来讲 杂阿罕 杂阿罕二七二九七节 看在哪一页我不晓得 这是我背的 杂阿罕二九七节 他叫做大空法经 跟这个大空经不一样 大空法经 缘何为大空法 他讲元旗 无名元旗 行元旗乃至 存大苦运 据旗 那讲这个老子 老子 就是无名 元旗 行元旗乃至 生元老子 存大苦运据旗 他讲 那有人 老死属谁 生元老子 不过他的经文不是这么久 他经文是元无名行 他一样 无名元行跟元无名行 他讲老死属谁 谁有老死 讲这些 那么这个大空法经 这个大空法经 这个经名 其实是部派当时把它加上去的 那么杂阿罕大多数的经没有经名 少数有 那真阿罕跟中阿罕 比较有经名 比较有经名 那经名 因为佛陀 佛陀讲经的时候 没有特别讲什么经名 大圣经都有 而且不止一个经名 会有很多经名 比如说阿弥陀经 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地藏经又叫做什么 又叫做什么 两三个经名都有 不过阿罕经 又特别是杂阿罕 没有特别有讲什么经名 那这个比如说大空法经 你看他里面 他就写大空法经 不过这个大空法经并不是 原来佛陀说法说 我说大空法经 没有这样讲 那是后来认为 这个是在讲大空的 这在讲空的 所以就讲 不过我们说 这个 阿罕经 尤其是有部里面 部派里面的空 跟大圣的空 不太一样 297经这里 我们看一下在哪里 第几页 283 283吗 283页 好看一下 大空法经 对在这里 297 它是后面 绘编里面的297经 那原来的是 478经 你看 他说 我 所谓大空法经 持有故不有 持其故不一起 那么 但是所谓的 他这里的所谓大空法经 并不是真的就是佛 我现在跟你讲大空法 不是 这个是后来部派把它加上去的 那 底下他就解释 什么叫做大空 那这个空 跟这个大圣讲的空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有部 他就讲三四十有 他没有牵涉到法空这一部分 好 那有些有金明 有些没有 那多数 长海经多数是没有金明 那有大部分的金明 都是后来 这佛地址把它加上去的 多了 因为要辨别 好 那比较重要 或者要辨别 才这么说 好 那这是我们 就顺带讲 好 再来看到最前面 好 所以他说 中阿韩里面的大空间 那么说到 正经歌咏记说 中阿韩的大空间 跟大空法经不一样 那他里面讲到 这个有三分教 正经歌咏记说 正经就是修多楼 歌咏就是企业 就记送了 那么记说 那这三分教 所以 以佛教初期的三分教时代 一样 是证明 可以证明 其实最初有所谓的三分教 于截论摄四分 这个是简称 于截施地论摄四分 其实它分十七个部分 于截施地论有十七分 分十七个部分 那这个是摄四分 决则 弃经中药 你看它其实 摩丹尼迦是在讲 大纲中药 就是这一部经 它主要在说些什么 这部经的中药 中指 在说些什么 但是后来我们会看到 于戒世间的解释 其实也是偏重阿比达摩式的 它虽然也讲中药 摩丹尼迦是抉择器精的中药 大纲中药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 你会发现到虽然是说抉择大纲中药 但是它也运用了反密的分析 所以非常的阿比达摩 没有那么摩丹尼迦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一部分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 大部分都把阿比达摩当作是论 其实它只是三论中的一论 就是论的三种形式 而且这三种论看起来都需要 你一定要贯通全经的经历 那么也要知道大纲刚要 也要能够详细的了解 但是其实如果真要讲重要的话 昆乐是比较重要的 昆乐是比较重要的 你了解没那么详细 但是你那个精神你知道 那个是比较重要的 你只是说没有办法说清楚而已 但是知道你是知道的 所以它这里讲 抉择器精中药的摩丹尼迦 是扎喊的部分论义 它也不是所有扎喊经的论义 没有 它就是第几经到第几经 它有论义 它也没有全部都有 那么也就是所说 修多罗部分的论义 所说就是所说的法 修多罗分因处因缘胜道四大类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扎喊 我们来看 看最前面 这个尖 来看 好 我们翻到最前面目次这边来看 你看 它总共分七个部分 扎喊这个分七个部分 第一册 第一册 地址所说诵六 好 我们先来看 就是总共分七部分 它这里没有 第一个是五音诵 就讲五音的 有178经 这个是最主要的 五音诵 然后五音诵一直翻到 翻到这个第四页来 六路处送 这个是讲六路的 就五音六处 五音六路 也叫六处 这个是六路处送 这个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杂音诵 杂音诵的杂 基本上就是包含比较多 那么 五音六处是最多的 你看五音诵有187 六路处送有285 五音诵有178 六路处有285 杂音诵只有78 但是杂音诵包含很多 也是佛法里面一些核心的道理 缘起 就叫因缘相应 讲缘起的 然后讲什么呢 讲四地的 翻到第八页 讲四地的 然后讲什么呢 讲六戒的 或十八戒的 然后第十页 戒相应 这个刚好是运触戒 佛说的一切法 不离开运触戒 一切法无我 其实就是运触戒无我 然后讲受的 受相应 然后这个是这几部分 然后这个是这几部分 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应该还有 它这里 它这里的坑 杂音诵基本上就四项页 因缘地戒送 那后来 那这三个 其实就是运触戒 那包括因缘 四地 跟什么 跟六戒 或十八戒 好 之后就是道品送 就是我们看十一页 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 那再加上 我们来看 那念触相应 四念触 要翻过来 第十二页 四正情 叫正断 不过四正情 这一部分没有了 四如一族 这一部分也没有 消失掉了 不见了 就少了这两卷 不见了 一失了 就四正情 跟四如一族 没有了 那么五根 然后五立 然后有六十经 然后再翻到十四页 七决之 有六十七经 那八正道 八正道最多 一百一十四经 好 那其实这个就是道品 那后面 三十七道品里面 除了四正情 跟四如一族之外 都有 从四念触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 四正情没有 五根五立 七决之八正道 后面再加上 安纳波纳 跟血相 相应 还有不静观 不坏 相应 那整个组合成 所谓的道品 那所以我们说 这两部分 这是最主要的 这四部经是最主要的 就是五蕴六处 跟因缘四地戒 那我们简单就讲 其实就是五蕴无我 六处无我 六戒无我 或是因缘无我 或是讲四地 缘起就是在讲四地 其实讲这个的 那这四部分是最主要的 所以他说 有分因处 因缘跟圣道 这四大类 所以我们简单 五蕴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那么怎么正得无我 所以 第一个是在讲无我的 第二个是在讲 怎么正得无我的 就是讲圣道 圣道就是以三的七道品为主的 那包含不敬观 属习观 二甘露门 因为这二甘露门是 有部特众 有部特众 那所以 那这个是第四部分 主要就是这四部分 那之后就所谓的八众送 这个是佛说跟佛弟子说 八众 那八众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第五部分 这是四部分之外 还有多一些 我们来看 十七页的八众送 八众 就是佛头的七众弟子 比丘 比丘 你在那上所谓的天人魔 这一些 差地利 婆罗门 你看 这个比丘 这个是人 魔 天 那 差地利 婆罗门 犯天 天魔犯 天魔犯 然后人 然后天就是 第四天 道立天 魔 魔天 犯 犯天 这三个都有了 然后这个人里面 在家的这边有 差地利 婆罗门 然后 然后还有比丘尼 婆其舍 然后另外 诸天相应 就这些 就是八众送 八部众 好 那后面还有夜叉相应 还有灵相应 二十三 然后 这个是 佛所说 看二十四页 弟子 所说 就佛 所说就是佛跟弟子 那弟子所说 舍利佛的 木建连的 我们看有哪几个弟子 舍利佛 木建连 二十四二十五 阿纳律 大家 沾眼 那舍利佛 木建连 已经入涅槃了 但是 舍利佛 木建连 说的是 说给 这些 人听的 那这些 阿罗汉还没有入涅槃 他就讲 舍利佛说什么 木建连说什么 其实是这样 就好像 佛入涅槃了 佛地子 结起 佛说什么 佛说什么 一样 所以这个并不是舍利佛 说出来的 不是 然后大家 沾眼 阿纳 就是几个 然后再加重 就有一个代表 叫做直多罗 你看 那没有比丘女 没有 那就直多罗 那大比丘也 这几个 那如来所说 宋 罗陀相应 剑相应 断枝相应 这我们稍微知道 天相应 这个是比较后面的 修正相应 路戒 因相应 不坏 近相应 大家设相应 然后 巨肉组相应 马相应 摩厚兰相应 无死相应 婆且出家相应 外道出家相应 杂相应 辟育相应 病相应 夜报相应 后来讲到这个病相应里面 讲到大家生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大概就这个就是整个杂涵 我们稍微看过一次大概知道整个杂涵的内容就是这一些 那它分七个部分 那最主要的是四个部分 四个部分可以把它讲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讲真理是什么 无我 无我 无我里面 五阴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就这三个部分 那缘起里面包括四地 六界 十八界这种 好 那这个是讲无我的 怎么证得无我 三十七道品 道品相应 大概 这个是杂涵最主要的部分 那也是我们修行一定要先知道的部分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无我的道理 因为这个是凡胜的关键 那怎么去证得无我 那个就是修行的着力点 其实是这样 所以 他说 所以他这里讲 我们看到原来的课本 第三十七月来 第三十七月来 所以他说 再讲到哪里 我看一下 好 然后大家看到中间这里 修多罗部分的论力 修多罗分因 叫运 处 因缘 圣道 四大类 在杂涵经的集成中 修多罗是最早的 修多罗最早 那么主要就这四部分 四部分 那后面就是 佛籍佛弟子所说 这一类的 那么 正式如来 教法的根本所在 好 那后面就会讲到 这个旅程虽然 有比对 但是 比较出书 还不够精确 运圣导导师 再进一步 再做详细的比对 把它弄清楚 其实是这样 好 那我们早上先讲到这里 其实也 一开始讲这个 也不会那么 那么没有 那么无聊 那么没有兴趣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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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